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数月不见 你俩的境界比为师预估的还要更高一些 证明为师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们也没有懈怠修行 为师很欣慰 你们下一位师妹的身份已经确定 但为师之前答应过你们 多待一段时日 所以这次会在黄天界这里逗留一周左右 这期限无论是修行上的事情 还是其他问题 为师都会尽可能地问你解答 师父 您能多停留三天吗 为何 十日后便是黄天界的春灯节 是阖家团圆家人团聚的重要节日 徒儿希望师父能一起和我们过节 若是师父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 那为师就多留几日吧 为你们准备的礼物 为师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算算时间 那家伙也是时候该回来吗 那家伙 没什么 一个喜欢热闹的小鬼罢了 既然这样 师父 这次庆典我们借师妹一用 师父好好期待这次庆典吧 来吧 师妹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 你不是很擅长阵法和断气吗 庆典有几个环节刚好能帮上大忙了 哦 好的 师姐准备给师父一个星系来着 嘘 你小声点 别让师父听见了 家人团聚嘛 听上去还不错 回到皇天界后 老爷答应多留几天 为徒儿们进行各方面上的指导 剑术上的 朝政上的 当然 少不了心灵上的 小鬼罢 嗯 哦哦 是谁 那当然是出片第一神奇最重要的搭档 剑术第一美少女系统 老爷身边最腿轻的小助理 小师我啦 老爷 小师我说完 姐回来啦 嘿咻 嗯 签订七月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和老爷分开这么长时间呢 老爷有没有想我啊 哎呦 所以 升级过后你就只是多了两只翅膀 换了身衣服 嗯 不是不是 当然不是了 老爷 嗯嗯 小师现在已经是升级到4.0版本 这次可是史诗级别的超级大家强哦 之前的封锁领域 现在已经可以覆盖到中间世界的大小 不到几辆上级后 给小徒弟们成功的速度 也获得了三倍足加强 还有剩十五张 现在小师可以承载老爷圣经以下的灵力 而且武装的形态也不再局限于实质性存在的武器 哪怕是老爷想象中的武器 小师也可以变换出来 契约之剑与系统共享 下面这两个就是新获得的能力 嗯 我看看哈 哦 对 这两个就是这次升级获得的新全能 上次小师我不是违规操作导致全能损坏了吗 所以这次升级的时候我就偷偷做了些手脚 我只要是老爷看中的人 小师往他屁股上树上一剑 就能将其添加到圣图行列啦 我家老爷看上的徒弟一个都别想跑 至于这个共享系统就很奇怪了 上面显示已经绑定了小狐狸 小师目前的宿主只有老爷一个 所以也搞不懂这个全能到底是干嘛用的 后天就出发去山海见 到时见到白青丘自然就知道了 小师 啊 老爷你这是 小师 老爷 老爷 你的眼睛变得好漂亮呀 就像银河一样 插得这么近 老爷你该不会 这 这也太突然了吧 人家 人家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呀 不过 如果 如果是老爷要求的话 小师也不是不可以 嗯 嗯 嗯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作为你主才要的特别的 你凑什么做什么 啊 老爷你刚才不是 嗯 刚才只是确认一些事罢了 啊 啊 明天是黄天界代表团圆的节日 千凡他们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庆典 你这爱凑热闹的家伙 回来的正是时候 走了 去看看那几个丫头 准备的如何 啊 老爷 等等我们 哎呀呀 真是千钧一发 差一点点就被道尊给发现了 咱们至高天这万年来的布置 险些就要功亏一篑咯 跨越星界特地前来 就是为了嘲讽我吗 盖呀 哪里哪里 我一个小股神 怎么敢对至高武上的神主大人不敬呢 只是没想到啊 这个由我制作的眼线 差一点就成为第五次灭界灾祸的导火索 真是让人担心呢 危机我已经解决了 没别的事的话 就滚了 哎 不要这么绝情嘛 本神这次来 当然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 之前 利用圣诗系统传输回来的样本分析 已经得出结果了 如何 简单来说 基本上可以断定 道尊陈业的身上 并不具备任何一种神格 不具备神格 唉 是啊 开始我也以为是结果出错了 但 从目前得到的道尊能量来看 他所使用的 并非神力或运力 只是极其纯粹的灵力罢了 这也解释了 为何你的能力 无法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因为 他并非古神 也不是所谓的现人神 从本质来说 他只是个凡人 也就是说 尘业以凡人之躯 屹立于诸天万界的顶点 在灭界灾祸中 凭凡人之力 斩杀万神 По��的 itself VELOP 祝福 们 你 全